中华民国百年全运会武术比赛 8月7号即将在彰化和美实验学校体育馆举行 彰化县体育总会在西湖举行的选拔赛 参加的选拔选手只有两队 因此选手们希望政府能够多多重视培训选手的工作 台上进行的是70公斤级男子散打比赛 引人注目的是这位穿着红色护具的运动选手 他曾经在多次比赛中夺得佳机 国外的机制会比较好 就是说他们有职业运动 有企业在赞助这些选手从事训练 而不是说等他比完赛拿了奖牌回来 你才给他那笔钱这样 他们从平常的训练就有在支柱 所以不要扎实啊 而且我们没有长期培训 跟国外的那个从小练络到 这差很多 这次男子组将有四位代表参赛 女子组则是由两位代表彰化线参加散打比赛 身穿黑色护具的女子散打选手吴姿怡 曾经在广州亚运获得女子散打铜牌 吴姿怡说除了技术练习 心性修炼也很重要 对你要掌控一个你的体重那个上下 然后又要你的体能又要搭得很好 这个要控制得很好这样 对啊这我觉得是最困难的 然后其他的技术练习 其实你用心的练习都可以的 对啊就把你所学的发挥在场上 这样就最好 习武之人 品性吧 觉得品性很重要 对于武术的传承与培训 彰化县体育总会武术委员会总干事苏毅 希望政府能够成立武术学校 积极培育英才 所以我也很强烈的建议啊 我们彰化县在武术的发展 后面是全国的 可以说是排列第一第二的一个县市 那我们应该也要紧跟着 马上来来推动设立武术学校 新唐两个电视饭至喜夜喜红 台湾张话报道